那么这个特征数据啊 其实现在已经做好了 那接下来咱们就要选择这两种方案其中的一个吧 咱们先拿这个简单来说啊 咱们先来说这个下彩样 这个下彩样的意思啊 就是说我们可以使得当前0和1这两个样本数据啊 它一样少 那么对于这种一样少的数据啊 咱们来看一下要怎么做呢 首先啊 我是先把数据进行了一个切分啊 就是说把数据分成一个X和一个Y X的意思啊 它表示着咱们的一个特征数据 在X当中呢 我们是怎么做的 我们对于每个样本 我们是取一个冒号 也就是说咱们要把所有样本都取进来 然后呢 对于这样的列来说啊 我们要找这样的列 在这些列当中啊 咱们列的一个属性 它是不包括这个class 也就是说呢 除了它的一个label值 咱们都给它拿进来 这样就构造成了咱们的一个特征数据 然后呢 对于这个Y来说啊 Y来说啊 它首先肯定也是要把所有数据都拿出来 然后呢 对于这个data来说啊 我们要把咱们当前这个列里边 等于等于class 也就是说等于label的 咱们就拿出来 只拿出来这样一列 当成咱们的一个label值 那么接下来啊 咱们是不是说要让0和1一样少了 既然你要让0和1一样少 首先我需要明确的知道 对于这样一个异常的样本 也就是说这个class啊 它等于1的这些样本 它有多少个吧 在这里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浪函数 就是说计算一下个数吗 在这里对于原始的dataframe 对于原始的dataframe 我们就要进行这样一个计算了 在这个dataframe当中 等于class的这个列里边 它等于1的那些样本 我们大家没忘记 咱们之前给大家讲过这个pandas吧 在pandas里啊 它是不是会帮咱们返回来出来一些 true啊false啊 true啊false啊值 等于等于1它就是处 那我们是不是说 我们可以用这个处啊 或者false来继续当一个索引 然后呢把它真等于1的这个值 给它拿出来吧 所以说咱们现在又通过计算了一个浪 计算了一个样本的个数 我们就可以得出来 现在在咱们数据当中 class等于1的 对于这些异常样本 它一共有多少个 那么有多少个 咱们现在知道了 那么接下来是不是说 我还要把这些东样本都取到手啊 要取这些样本 咱们怎么取呢 在咱们这个 在咱们pandas里边 我们是通常通过这个索引 也就是说 可以通过这样一个index 来去取这样一个数据的 所以说呢 接下来我又把咱们所有等于1的 这些样本的一个index值 我们看 点index又把它的一个index值 都给它拿出来了 都给拿出来之后啊 咱们现在是既有样本的个数 又有它们的一个index值了 那接下来我要做的 是不是说 我要去找一下 在咱们class等于0的 这些数据里边 我们需要看一下 在这里边 我们要随机的进行一个选择吧 因为咱们要指的 这两个样本一样少 所以说 我要进行一个随机的选择 首先呢 我是先把咱们class等于0的 这些样本的一个index 就是说 把它们的缩影给它拿出来 把缩影拿出来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 就是要通过这些缩影 进行一个随机的选择了 在这里啊 我们是用这个numpy的一个模块啊 用numpy的一个random模块 这个random模块 相当于这样一个随机的操作 在这个随机的操作里边呢 我们用numpy.random random模块下 有这样一个函数叫做trice trice的意思啊 就是说 我们要进行一个随机的选择 在这里呢 我们需要主要传进来 这样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啊 就是说 我们需要 不是要进行一个随机的选择吗 在什么样的地方 进行一个随机的选择 在这里呢 我们是在这个class等于0 咱们再把它所有的index找出来 在这28万个index当中 我们进行一个随机的选择 第二个参数呢 就是说 你不是要随机的选择吗 你要随机的选多少个 咱们刚才是不是计算了 等于1的这个样本 它有多少个 所以说 咱们再把这个参数给它传进来 replace的意思啊 replace的意思啊 就是说 我们是不是要进行一个代替 我们直接选择false就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 就是说 在这里 我们是在原始的 所有index当中 随机的去那么选了 大概500个样本 接下来 我把这500个样本的 一个index值 给它拿出来 再它转换成一个 numpy array的格式 那么接下来呢 我就可以用numpy的 一个合并的操作 也就是说 咱们刚才 现在是不是有两种index了 一个是index值 它就等于1的 对应于异常样本 还有呢 就是说index值等于0的 咱们刚才随机的 选了那么500个 把这些index值啊 给它 给它连接在一起 就是说 让它们合并在一起 接下来呢 合并完之后 我们再通过这个index 在原始的数据当中 进行一个定位的操作 那么这个undersimple data 它就表示着 咱们经过完 这样一个下采样处理之后 现在拿到手的这个数据啊 它的一个 现在拿到手的 是一个数据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就可以去 做这样一个事 就是说 对于咱们undersimple 这样一个数据啊 我还能够去把它 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是这样一个x 一部分是这样y啊 对应于咱们的一个特征 和咱们的一个label 那么下面啊 我就打印了 这样一个函数啊 打印函数 我就不给大家说了 咱们直接来看这个结果吧 打印结果啊 其实我就要来看一下 咱们现在 做了这样一个 下采样操作之后啊 我们一个完整的数据 就是说 咱们现在拿到手 所有的数据 一共是有984个 然后呢 对应于这984个数据里边啊 我们现在啊 对于咱们正样本 有50% 对应于咱们副样本 还是有50%啊 咱们现在 是不是说 通过这样一个下采样的方式 我们把这个0和1 这样一个样本 不均衡的数据 给它变换成了 一个均衡的数据啊 只不过说 发生了一些代价 什么样的代价 咱们在正常样本当中 是一个随机的选择 有很多数据呢 咱们还没有利用到手 那么大家可以想一想 咱们这样一个 下采样操作 可不可能存在着 一些潜在的问题呢 一会儿咱们就会给大家揭晓这样一个谜底 就是说下采样 咱们现在数据量拿出来的少了吧 拿出来少了啊 肯定会出现一些问题 但是这局是什么问题呢 咱们接着来往下去看